初看,斗罗大陆,知识,消息我一直以为开挂的只有我们的主角唐三 没想到的是,除了他之外,他身边的小伙伴们也都开了挂 先不说能力,就单论那以12岁的年龄所获得的逆天级身材就可令无数人而忘成莫及 其实想想也难怪,毕竟史莱克七怪中虽是主角唐三天赋最高,但其他几人也不差 而之后的全大陆魂师联赛也需要团队配合,单打独斗再强也不能获得胜利啊 然而,除了这史莱克七怪之外,就连唐三的父亲唐浩也是拥有着逆天之能 对于绝大多数魂师来说,封号斗罗只是传说中的幻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级人物 然而,对于我们的唐浩来说,他却是以八十多级的魂斗罗之资历敌五魂殿的三大封号斗罗 而且,哪怕是这三大封号斗罗也挡不住浩天之威 当,斗罗大陆,动漫在时隔数月重新开播后,开篇手集中虽被回忆所充满,但在无数漫友看来却是充满了诚意 那满瓶的燃烧着经费的特效,以及十几年前的惊天一战,皆是令漫友们大呼过瘾 网友们在大呼超然的痛时 也不禁开始吐槽隔壁的马破苍穹 毕竟单论特效而言,两者就不是同一水平 在那时几年前,唐浩因取了魂寿化形的蓝银黄而被五魂殿追杀 那时的唐浩并非是如现在一般已经成就封号斗罗之名 那时的他等级虽说已经令绝大多数魂失望沉默及,却也仅仅是魂斗罗 而追杀他们的人,却是五魂殿的绝顶高手,是早已成就封号的封号斗罗 然而哪怕如此,我们那拥有浩天锤在手的唐浩却也是丝毫不耸,不仅在带着妻子逃亡 更是凭借一己之力从三大封号斗罗的手中保得了妻儿的安全 若不是鬼斗罗与菊斗罗这两个大男人,菊斗罗,男人,拥有着五魂融合技,两极静致领域 并通过此将唐浩强行困住,我们的浩书甚至还能完成绝的反杀,将那不可一世的教皇给砸入谷底 可惜的是,人力有时穷,魂斗罗再强也难敌三大封号斗罗 在纳交战的最终,我们的浩书终是不敌强敌 面对教皇的致命一击,唐浩虽是有心杀敌却无奈无力回天,哪怕如此他也无怨无悔 毕竟对于男人而言,能保得妻儿的安全,也算死得其所 就在唐浩决定安然赴死之时,剧情却是再度发生反转 之前已经躲入安全之地的阿盈,蓝银黄,却终是不忍心爱之人如此死去 于是,这位拥有着十万年修为的蓝银黄选择了那让自己永远灰飞烟灭的献祭 在祝唐浩进击封号的痛时,自己却是永远消失 不,或者说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待在唐浩身边 看到这一幕,之前还处于热血沸腾的漫游却是突然安静了下来 为了心爱之人,唐浩夫妻皆是选择了安然赴死 漫游们的无声不仅是悲哀,也是祝福 所幸,在纳交战的最终,晋级封号斗罗的唐浩带着阿盈的爱意不紧击退五魂殿的三大封号斗罗,更是重伤五魂殿教皇 最终,这教皇因为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而惨死,也算是一大欢心事了 斗罗大陆,唐三母亲这高跟鞋,网友,虽然漂亮,但不适合逃命 斗罗大陆,时隔半年,在今天中午迎来了最新的两话,真是让我们等得好苦啊 而今天这两话,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唐三母亲 长得真是超级的漂亮,给人一种很贤惠感觉呀 都说女人天生就爱美,这话绝对不假,就好比唐三的母亲 就算在逃亡的时候也一样穿上美美的高跟鞋,可是网友们却掉坎气 虽然漂亮,但不适合逃命 在唐三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年纪,就失去了母亲 原因皆由唐三母亲身份的关系,十万年的蓝营帝后 是无数人都想得到的一纸魂兽 在生下唐三不久后就暴露了身份,因此遭到了五魂殿的追杀 当时唐三的父亲年纪轻轻,级数也只有八十多的唐号,一人对阵三个斗罗,那也是丝毫不害怕的 也许是肩负着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孩子的父亲责任,让他使出了魔穷的力量 两人一路地打打淘淘,让人看得很是心疼 就在这时,导演居然给唐三母亲脚上那双鞋子来了一个大大的特写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原来唐三的母亲,是穿着一双至少十公分的高跟鞋 然后还抱着唐三在狂奔逃命 哎呀!我滴妈呀! 这么高的高跟鞋光是穿着正常走路对于朵朵来说就已经很困难了 他居然穿着在狂奔逃命 无奈对手太强,两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脱 唐三母亲为了保住孩子和丈夫,最终选着牺牲了自己 在离开的时候,导演又给了这双鞋子几个大特写 这是一双深紫色的鞋子,带着金色的花边 背面还做了叶子状的造型 真是超级漂亮啊 朵朵甚至看到了好几个姐妹发弹幕求同款高跟鞋呢 哈哈哈哈 虽然朵朵不太会穿高跟鞋 但是也想要一双鞋 虽然男同学们说这鞋虽然漂亮,但是不适合逃命 可是在女生的眼中,美才是最重要的,哈哈哈哈 如果唐三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此时的心理一定是这样想的 作为唐三的母亲,唐好的女人,就算逃命一样要漂亮 好了,我是朵朵,平时喜欢琢磨动漫中的那些事儿,然后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请关注我们,随朵朵一起看遍二次元 但是也想要一双鞋 但是也想要一双鞋 虽然男同学们说这鞋虽然漂亮,但是不适合逃命 可是在女生的眼中,美才是最重要的,哈哈哈哈 如果唐三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此时的心理一定是这样想的 作为唐三的母亲,唐好的女人,就算逃命一样要漂亮 好了,我是朵朵,平时喜欢琢磨动漫中的那些事儿,然后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请关注我们,随朵朵一起看遍二次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